牙痛不一定是蛀牙 当心三叉神经痛搞鬼 牙痛真的很要命 但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蛀牙害的哦 胡乱拔牙不但无法减轻症状 反而白白浪费一口好牙 一名60岁夫人长期觉得牙痛 痛起来像被针刺 电击 看了多家牙医都没用 甚至连拔三颗牙齿疼痛感还是持续 牙医都束手无策 后来转往神经内科看诊 才发现原来是三叉神经痛作祟 三叉神经在脸的两侧 长官咀嚼几点不感觉 可能因为脑血管压迫 或是不明原因导致病态疼痛 通常它比较厚化是在比较年纪比较大 很多时候即使开脑进去 其实也没有失职看到 说真的血管去压到神经 医师表示 典型的三叉神经痛多会周期性出现 非典型疼痛感会持续 让人误以为是牙痛 非典型三叉神经痛有时候就是 有持续性的不一样的问题 比较会跨界 所以就会让人家误以为是牙痛 就会有很多问题 一般可透过服用抗癫痫 抗忧郁等药物控制 或透过手术 神经阻断术治疗 如果有持续或周期性牙痛症状 但牙医也检查不出问题 就应到神经内科或疼痛科求诊 透过药物控制或其他方式治疗 才能减轻症状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